採檢人員聚集進駐大樓 這棟板橋社區確診者都住在B棟 包括埃及返台的一家三口 和台大麻醉護理師 其他住戶說住十一樓 還有另外兩名案16163和案16164 分別住在十根十五樓 但問題是究竟他們彼此 怎麼互相傳染 上下樓通常搭電梯 整棟住戶都可能擦肩 又是密閉空間 但不只住戶確診 9號在驗出一名裝修工人PCR良性 接觸地點更可能是公共空間 可能交叉感染的地方 有住戶認為雖然社區是分成兩棟 不過他們的大門出入口是只有一個 甚至前陣子在一樓的中庭 還有生病的住戶下來走動 當初有一點鬆懈的時候 有幾個就是有生病的老人家 他們會到樓下稍微走一下而已 不太會在樓下在那邊都還好啦 住戶自覺性很高 有人聚集地方少去為妙 但還有這裡 進到社區的停車場 其實所有的住戶都是使用 同一層的地下空間 導致彼此會互相接觸 也可能是傳染的途徑之一 地下停車場甚至外租車位表示傳播率還可能往外擴大一圈 社區大樓太多細節不排除是接觸感染途徑 還在自主健康管理的A棟住戶也只能靠自己謹慎防疫 TVBS新聞連至黃靜盈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